大家好,我是张三 我现在在上海政法学院 今天逛一下这里拍个视频 进校园了 我现在是在一片湖的桥上的正中间 这个区域是校园内风景最佳的地方 在我所站的位置 可以将校园内最主要的大楼都收入眼底 先看我前面的这个楼 这是图书馆 图书馆是坐西朝东的 这是西面,背面 一会儿再到正面看 我把镜头拉近一点 图书馆的背面 下面是带弧度的 上面是人质坡屋顶 现在把镜头往南移 湖的南岸主要是两个部分 白色的那个部分是公共教训楼 这是湖的正南方 可以看到两个方形的屋顶 这里实际上是三个馆 现在只能看到两个 体育馆和大理堂在这里 再移 这是湖的正东面 正东面是非法学院楼 院系楼 叫明文院 再移 那座桥挺漂亮的 这是湖的正北面 正北面也是院系楼 院系楼非两片 刚才那一片是非法学院 这一片是法学院楼 法学院这片楼从这个角度看很漂亮 带塔楼的叫明法院 学院楼 与法律有关的学院都在里面 移动一下镜头 旁边那些看得不太清的是明文院 与法律无关的学院都在那边 换个角度看图书馆的楼群 看得更全一点 大理堂旁边那座桥好漂亮 三孔红色的 来到正面看一下图书馆 看到那三个字了吧 屋顶是人字破灭 往北移动一下 这个楼 和图书馆相接的 叫天马讲堂 也是一个礼堂 这里是明文院一个比较正式的入口 前方有台阶 上面有梅囊 我把镜头拉近一点 梅囊上有明文院三个字 这也是一个广场吧 算是一个广场 在广场的西侧 看到A7没有 再把镜头推远一点 这边是7号楼 然后它的对面 广场的东面是8号楼 这一片总的就8个楼 明文院又叫非法学院 就是除开与法学相关的学院 都在这边 比如说有政府管理学院 还有经济管理学院 看一下这块牌子 上面就有政府管理学院 再看一下其他的国家安全研究院 明法院的楼分为三排 这排带套楼的很长的是4号楼 这是第二排 两个楼 前面2号楼 这个3号楼 这背后还有一排 1号楼 看一下这两块牌子 也是明法院里面的两个学院的名字 我右手边的是刑事司法学院 另一边是纪检监场学院 4号楼里面有个模拟法条 现在门是关着的 来到TV场区域了 先看篮球场 这一片我刚才数了一下 一共有12个篮球场 这个校园的篮球场 不止这个地方有 速射区那边也有 旁边有一些单杠 再过去是田径场 田径场也是可以进的 这是看台 在东面 中间的桌球场 没有了 再维修 一片泥土 顺便介绍一下旁边的楼 这个楼挺长 叫主教学楼 它们简称主教 里面有三个区 A B C 再看它北边的楼 这个楼不大看得清 是一个食堂 学生食堂 后边那也是食堂 教职工食堂 教职工活动中心 田径场的看台 黄色的那里 和它一条马路之隔的是三个馆 先看前两个馆 前两个馆是体育馆 边上那个是博艺馆 中间这个是博乐馆 它俩一个是训练馆 一个是比赛馆 再看另一边的一个博牙馆 注意啊 中间是雅字 就不是体育馆了 大礼堂 这个楼群在体育馆的蓝策很重要 看一下这块牌子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 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 前面是蓝门 已是校园的正门 我今天就是从那个门进来的 一进来是一条很宽的大道 地面铺的是十块 介绍一下道路两侧的楼 先看东侧 东侧是一个很长的楼 这排楼其实已经介绍过了 是主教学楼 分为A B C 三个区 再来看西侧的一个楼 西侧的这个楼不是很庞大 行政楼 一栋看一下 再把镜头拉下来 西侧这边是没有楼的 是绿化区域 那儿有个校训室 而东侧这个教学楼一直这么长 中央大道或者说是广场的北面是这个楼 叫庸夫楼 是信息楼 是以这个学校的创始人 李庸夫先生的名字来命名的 从北面看 庸夫楼又是一种造型 庸夫楼旁边是一片花园 环境不错啊 那个地方是英语角 我看还有时间 上面写的是下午一点到两点半 就英语角的时间 移过来看一下草坪 前面石头上写的那个字是法字吗 应该是啊 我只能猜 因为是传书 移动看一下 南侧是行政楼 这是庸夫楼背后的食堂 一看就是老食堂 有三层楼 第一到第三餐厅 我现在进去吃个午饭 我到的是一楼 现在快一点了 大部分学生都已经吃过午饭了 食堂里的人不多 他们是还没放假的 打了三个菜 豆腐 这个是炸的什么 荤菜 瓜扯鸡蛋 一共13块钱 这个校园加上教师食堂 我一共发现五处食堂 和图书馆一条 马路之隔的就是宿舍轮 这只是其中一片 这片宿舍楼的外向风格和图书馆都差不多 应该是同一时期建的 还有比这更老的宿舍楼 一会儿我们再看 这个校园一共有三十一幢学生宿舍楼 其中二十一号是牛学生公寓 这个区域的风景不错吧 我的背后是佣夫楼 这是一个湖 也可以叫做河 因为对面叫做河西区域 那有座桥 对面那片区域也是政法学院的 可惜现在过不去啊 再维修 几个入口都被挡住了 我介绍一下那边有些什么东西吧 有几栋宿楼 一到八号都在那边 还有一个清真食堂 另外就是理发店什么的 移动看一下环境 这些树挺茂密的 再往北移 可以看到一座桥 这个很有特殊吧 它和旁边的楼是连起来的 其实就是食堂 我就是在那里吃饭的 我们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石头 石头的东面写的是松江两个字 大家对它的背面感兴趣吗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面 西面写的是青浦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校园跨越两个区 青浦和松江 当然我不知道这块石头是不是介石啊 如果是介石的话 就说明这个石头的以西属于青浦区 石头的以东属于松江区 明白了吧 看一下我现在在哪里 宿舍区 这些宿舍很老啊 没有图书馆旁边那个新 刚才漏了一点 回过头来补充几句啊 这并不是我拍的唯一一个跨越两个行政区的校园 华东政法大学的老校区也是跨越两个行政区的 那是跨越长林区和普陀区 主要的区域在长林 但有一部分生活区在普陀 这个叫上海政法学院 那个叫华东政法大学 都是政法啊 这儿是校医院 卫生所 一幢别墅 白色的 别墅可不小啊 它旁边是第六学生宿舍 这是公共浴室 男生止步 女生浴室 我在外面拍一下 没关系吧 校园的东北角 还有一个新的餐厅 规模挺大的 地上三层 我看还有地下室 新楼都是这种风格 外墙切的是黄色的瓷砖 田径厂在新食堂背后 塑胶跑得挺新的 足球场上的草皮是蒸草 刚被割了一次 这些还没弄丢 东侧的这两座宿舍挺高的 28号和29号楼 每一座有11层 宿舍楼旁边有一个国防教育员 但是现在是关着门的 在大门口拍一下 里面是一块很大的草坪 草坪上有很多寿贝 寿贝就拍得不大轻了